找老公,记得要找屁股翘的 老一辈的人说,男人的屁股越翘就越不佳 而生理学家说,屁屁翘的男生臀部肌肉更发达 可以增加受孕的几率 另外实验表明,一个窄小的翘臀能将腿部的视觉效果拉高5到10厘米 这样的身材穿任何裤子都会好看 尤其是西装革履的时候,那优美的线条完爆瘦了第一架子 对异性的吸引力,直接反败 更重要的是,一个标准的翘臀和男性腰椎的健康息相关 它可以保护髋关节的稳定性,强低腰气劳损长度 从而预防腰椎疾病,这样它和你挂结丁包一整天都不会累 你喜欢翘臀吗? 你发现了吗?现在的超市里看不到娃哈哈矿泉水 这并不是因为它倒闭了,也不是因为它减产了 而是被各大实验室抢完了 国家对饮用纯清水的标准设定在10微细门子每厘米 实验室对实验用水的标准是5微细门子每厘米 而娃哈哈就有本事了 为了自己的用户喝上健康安全的水 它直接干到了1.49微细门子每厘米 有生物实验市场,强自来水三次蒸馏都不能满足实验要求 但娃哈哈直接就可以用 关键价钱还便宜 普通的去离子水要40元每100毫升 而娃哈哈两块钱596毫升 用完一点水垢都没有,连洗杯子也省了 综合算起来,强低了260倍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对实验数据的影响非常小 准确率更高 为此,国外的生物公司都一度将娃哈哈纯清水写进了使用手册 这科研地位,真的好炫酷 真,国火之光 大卫龙知识 你绝对想不到,海绵宝宝里的谢老板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1.为什么谢老板的女儿珍珍不是螃蟹,是抹香精 因为谢老板当兵时的战友是一条鲸鱼 后来为了救谢老板死了 结果战友夫人也被人类杀害 只留下刚出生的小鲸鱼 谢老板给他许名珍珍 所以谢老板很抠门,却对珍珍很搭访 2.还记得吗 谢老板有三个可爱的侄子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衣服也一模一样 多么新鲜的食材 3.有一位外国网友发现 谢老板走路的声音就是帝王蟹腿碰撞的声音 真的有被震惊到 4.谢老板的原型是杀蟹 杀蟹是有睫毛的 而在现实中,大多数螃蟹也都是有睫毛的 不行,你去看看 我都没有,他凭什么有